灵中小屋的五十一种怪物你知道哪些 带大家盘点里面的二十三只怪物 第一只唐梅仙子 这只高颜值一脸牙齿的女孩诡异又可爱 由巴音和女孩和巴木蛮组合而成 一旦你靠近 她定然会啃你 第二只地狱灵主 它是电影养鬼吃人中的地狱苦行僧 是地狱里折磨罪人与灵魂拷问的修道士 他们崇尚痛苦与折磨 以此对抗混沌之物 第三只幽灵 这是一只像物像与右像风的鬼 原片只有戴眼镜才能看到 看来这只鬼是个升级版本 来自电影十三猛鬼 第四只僵尸 出自个大僵尸题材电影 尤其这只女孩 她不是季静岭的吗 我怀疑导演嫌弃僵尸造型太丑 来个双马尾小萝莉 好酷爱忧 第五只外科医生 看造型就不是擅长 他们自己的眼睛都没了 来自电影猛鬼屋 第六只真子 具有瞬移和穿越物体与时空的能力 所以能从电视和墙壁里爬出来 出自经典电影午夜兄弟 第七只食人魔 由于画面太刺激 给你换得好看的 电影致命弯道看过的请举手 第八只面具杀手 他们整个家族都戴着面具 专门用各种手法害人 名副其实的变态杀人狂 出自电影陌生人 第九只巨蟒 一次不当的实验导致巨蟒发生变异 来自电影眼镜王蛇 第十只机器人杀手 霹雳战士龙电影中的铁甲人魔 第十一只恶鬼附体 飞烟走壁的恶魔 来自电影驱魔人 第十二只巨型蝙蝠 变异后的蝙蝠身体不仅巨大 从吸血也进化到直接吃人 出自电影坟场禁区 第十三只小丑 它会利用人内心的恐惧进行控制 玩腻了就直接杀掉 经典电影小丑回魂 第十四只独角兽 一匹用脚扎人凶悍的马兽 出自电影邪恶力量 第十五只美人鱼 这只可爱美丽的人鱼 长得好丑 是的 它用巨大的嘴巴结束了你的小命 第十六只巨型章鱼 原自电影海底两万里 第十七只巨型蜘蛛 原自电影八角怪 第十八只双胞胎 原自经典电影闪铃 第十九只呕吐者 这只体型肥大的胖子 原自电影求生之路 第二十只树妖 还记得经典电影鬼玩人吗 这棵树喜欢用奇特的手法杀女人 第二十一只女巫 原自电影黑暗降临 第二十二只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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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神之战二具有毁天灭地之威能 最后加上神人一枚锤歌 战锤不在 只有一辆小摩托